四人直接抱团 A点是 宠儿 宠儿抢一连直接被打掉 就看这四个人了 四个兄弟 四个兄弟的一个季节 但是A大营顶处已经确定 A确实没人了 这边是保卫者准备回方到了 必须 保卫者已经掉头 意识到了你们要打 先看包点 先看包点 消息轮 消息轮是重点 换一个就行 换一个就行 可以 任务完成 换一个任务完成 因为现在人数 还是有优势似的 对 我觉得你一万一的话 对于保卫者是有优势的 拉出去瞬间 看这两个人 但是 嗨嗨这边的状态非常不错 直接透死 那这样的话 第一分 被A拿到手 这一分 倒霉就倒霉 在宠儿一个人去抢一大 碰巧这边 A顶出来把他杀了 然后又碰巧 把那个A大直接顶到你们家 发现你们都去B点了 确定你们打B了 A区是空的 那这边也是从而叫上了队友 直接过来墙 前锋是炸着小盗 哇 这边胆子真的大 这样的话 中路这个狙击枪 很有可能能抽到人 因为对面的狙击手 是在A点 O也是狙 那反而是被对面 是反架掉了中路的保卫者 O是一直在家里起着大炮 夹着中路 博也这个时候拉了出去 因为他想跟队友 但是你拉的次数太多了 对吧 第一次你回来了 狙击手不可能给你两次的机会吧 觉得博也这个点的话 应该就是后走 你等B的先拉 如果有人的话 你拉出来再做一个补枪 在我们的说话前 A大也是有开火 A大应该是小道的二星顶出来 直接被打掉了 就刚才主要是哪一点在于 就是博也上头了 对吧 你拉出来一次 有狙击其实地下没打到你的 你可以回去 第二天他还想再拉一下 那没办法 狙击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O是在家里 而且博也那个点 按常理来说 都是B拉 B拉出来说有人 这边在中路再拉出去 一起再拉出去 因为中路这个点 这是潜伏者正常的狙击架点位 很容易死 所以一般都是B先拉 对 一定要你B看到人 你B不看到人的话 你在潜伏者家里的话 B没看到人 那他只能加你加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很危险的 你不能说一个人露出去 对 而且是潜伏者架了你之后 B这里还补不了枪 现在上来的话 又是海海倒了 DGF已经摸到了小道 这里直接打 一个闪直接拉 零换二进攻非常的顺利 非常完美的一个进攻 看一下三个人 其实血量上的话 血量还不错 三个人一起选择 保卫者后路的一个回报 我们看一下这边楼梯 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 对面伯爷第一先自己拉出去 兄弟 又没有等人 那伯爷有点着急 但是队友发挥不错 哎 小奇伦的双杀 三杀 哇 真的是 这一分真的就是啊 完全依靠着个人能力 小奇伦把这个锅扔掉了 差点盖在伯爷的头上 伯爷本来第一盘已经被盖过锅了 对不对 这一分又是先拉出去送掉一个人 对 你没有等队友啊 对 也有可能这样这种情况啊 我们捋一下 嗯 西匦在后点已经架我包点了 嗯 小奇伦架着这个旋转 呃 架着这边的直踢 博爷自己拉出去 没问题的呀 但我刚刚那个视角 我是感觉他身为快一点 太快了 太快了 因为身后你 小奇伦还没有到位 好吧 那我们这分也是 依靠着个人能力啊 被小奇伦拿到手 目前是A的一个领先 不过赢了就好 说明他这个死还是有用的 值得的 有作用 其实在前期 我觉得战术方面 其实是TGF占优的 但没有办法 在刚才那句 个人能力方面 小奇伦体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刚刚TGF是零宽 直接进入A包点 下了包 四打三 输了 这是TGF没有打好 或者可以说是A1残局 回防的太好 他们并没有选择这个 从A连为止回防 直接选择三个人的一个抱团 对 正常情况还是TGF自己的问题 因为通常来说 潜伏者下完包 人数又有优势 地形也有优势 结果人多打人少输了 这肯定是自己的毛病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三个人在酒吧回去了 刚才是两个酒吧的一个顶前 中B 三二夹B 两个人来酒吧这块 三个B 直接夹着B点打 但是B点的话 中B了 也是三四个B 三四个 一个看中路 对 三个在这里 先锋是先打掉罗浩 嗨嗨又是秒掉烧气轮 烧气轮 主发也是被秒掉 又是零换二 零换二 然后又是一个一换一 二打四 这分不可能丢了吧 看一下 二星 二星个C 状态还算不错 还是要先看狙击枪 能不能先抽掉一个 那这样没办法 我不露点 你真的没办法打 宠娃是这个点 真的是非常非常稳的 肯定要身后队友露 他不会露的 鸡贼 那四打一可以露了 我觉得四打一没毛病的 一把G 那四打一宠娃也不露 好的 TDF是扳回了这一分 2比2战评 其实这两分可以看到 TDF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多变 对吧 他不管对于A7的Rush 或者B1的一个探点 包括前击的一个战评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对 EU前几分的话 其实和黑色还挺像的 双方都是你一分 我一分 又是一个2比2 虽然说 站平 但是其实TDF是占优的 对吧 战评方面绝对是占优的 对 虽然结果是2比2 但是就是过程当中 TDF是占优的 西西又是在燕翁当中 打掉了田锋 又是 打掉了宠王 这里二星一发 两个 只剩找到一个人 真的准 真的准 这是 西西和二星 真的联手 打掉四个 西西这两枪 其实我这也没看懂 红圆里锯掉俩 就红眉嘛 我看红眉我开枪了 最主要他能判断红眉的一个移动位置 这个就很厉害 预判位置 对吧 然后二星站在马路上 装一棵树 一发带走一个 把宠王秒了 然后又是打掉第二个 我觉得这两枪里面 第一枪是最帅的 对啊 就是站着不动 站着不动 实力嘲讽 就装束你知道吧 就装束啊 这个二星确实真的准 好吧 不愧是这个 暴动率这么高的男人啊 二星跟你说 其实我在架点 我的AK就是狙击枪 过来就一发 刚我们说了嘛 对吧 他刚才黑的人 手刀的自己架点 狙击式拍点嘛 对不对 他一个一个点给你看 他也狙击式的一个拍点 在这里 萧麒伦和博 也是B1的前顶啊 两个人 看一下会不会有说 缩了缩了 没有拉 没有选择拉 但拉出来 我觉得 我感觉就双杀了 话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感觉是这样 怕是天风来了 这个时候不拉 就很可能自己死了 直接顺了 他们站在这种 不前不后的位置 真的很尴尬 后面博也只能走 你没办法补枪 你第一个人 这两个双杀 我说实话 确实站着很有问题 这个不前不后 你要么直接两个人 第二时间拉出去看一下 然后直接撤到后点 对不对 你要么就直接撤到后点 一个站在中间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 早上能不能把98给吃下来 98的保围者是回去了 如果说把98吃下来的话 可能又要打一个三二了 应该是可以吃下来的 好的 那进点是已经确定没有人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的B口位置的潜伏者 会怎么打 这兄弟 这个田风 你这么加点不太好吧 拒绝一样 这个时候 早上肯定是在98说一句 98是我的 那队友现在就直接来毕业 毕业又打掉了伯爷 你看到回方没有 最多一个 看到回方没有 看到了 看到了 三个包围者都回来了 真的快 二打一 剩下西西一个人 西西的血量还算不错 田风的血量并不是飞得多 还好刚才 还好刚才是那个 宠儿看了一件98 要不然两个被撑 这个雷没有炸到 没扔好 看一下西西的架点 很伤 现在想打掉一个 对 想找田风的点 想找田风 现在就想打掉一个 对 这个顺 抬头顺的 我们看一下 现在应该确定 还是被闯上射掉 但是这顺的力量 真的是太漂亮了 真的是 西西给我们的感觉 他的一个顺境 真的是非常的华丽 而且是有生活的华丽 对 对吧 他不是说你看 看起来很快 但杀不到人 他是打一枪很准 你知道吧 他有的时候预秒点 包括其实田风那枪也要夸一下 对吧 他比其实在近点 整个G点的位置 已经架空没有人了 对吧 但是这两枪 甩到右边 这两枪比起来 还觉得第二枪太帅了 因为第二枪是这样上甩的 而且第二枪是什么 是田风拉出来一瞬间 他先把田风给带走了 这个就反应真的是太快了 这个就反应真的是太快了 年轻人嘛 对不对 就是让我想到了那一届TGA 倒在西西脚下的EP 我有看 我有看 那在我们的说话期间 第一时间是 好像也是 田风吧 有架掉这边的博也 博也是在中路的位置 他也是防守中路的位置 但是发现二星的位置 看到没有 精髓点来了 精髓点来了 很尴尬 宠娃 直接缩 没打了 没死 但没打了多少血量 你看到没有 反而是 二星的血量掉了很多 哇 宠娃真的是太贼了 我刚刚那个位置 我以为是OO你知道吧 对 我也以为是 架局马 那这个B4点了 对不对 究竟是宠娃站在那里 我发现打宠娃真的不好打 罗浩是摸掉了O 第二时间的一个清酒吧 空中 你总打这样的清酒吧 你让 很伤 让对面 我感觉这个东西 只有念就可以跟他一较高下来 念就也喜欢在空中杀人 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你说 对吧 我顶过来了 我也没什么 你空中把我打 你让我给你对个枪 对吧 我找找你头点 我给你对一下可以 你空中把我带走了 我枪都没开 这个就是 年轻选手的打法 二星的打法 还是跟我们 还是比较相似 对 稳稳当当的 就瞄到哪打哪 看到今年 罗浩来了 今年有人 对枪 拉过来一个 两个背身 哎呀宠啊 这个想用个小身法 结果是送了个背身过去啊 他想背跳 对啊 想背跳 结果是送了个背身 有没有三个 不漏了 等队友了 哎 他没看到 听到声音了 现在 哎 什么情况 找不到人了 罗浩说 哎 人呢 这里又被反 反打一个背身 还是被西西补补掉 4比3 A的一个领先 真的是纠结 西西在意义上 真的发挥很好啊 刚刚那一分是 其实罗浩自己一个 担任从98桥的 一个探点 是打掉了 OO在98里 然后第二天 再次拉过来 又打了两个背身 刚刚罗浩的双杀 非常关键 哇 这个道具 可以分的话 双方抢一下98 保卫是直接撤了 大家发现 A打又顶出来了 其实这样挺好的 A点一直没压力的话 就可以顶出来 哪怕你第二十年 过来亲我 我只要能跟你一换一就好 对 我现在已经确定位置 是你们不可能入A 对吧 你入A的话 我这边回房 是肯定可以到位的 而且这里 顶防的是西西 那就更好了 一枪机会嘛 打不到我可以跑了 其实这个点 打不到也不怕 最多吃你一个闪 台头还有一枪机会 而且身后队友的话 会给你补闪 我看补都快不快 但是连接的死了 连接的是被 O在L点打掉 那被打掉的话 应该A区应该会走了 但是这里 还是集合要B点 集合打B点 不打就不打 那这样的话 应该确定 比了四个来手臂 这TGF就是对B点 情有独钟 就看AE了 因为现在你已经三个人 在B区会棒了 打了 包点两个 其实 这里就是被宠儿 在空中杀掉 然后滑下去了 对 杀完人还全身而退 又上来又杀一个 又下去了 下去又杀一个 那这样的话 田鸵之后也是 手枪收掉 上半张 现在打成了一个 四比四的一个平局 刚才那一分 宠儿第一时间是 先跳到高台以后 跳到右边的箱子 先把箱子旁边的杀了 然后下去了 滑下去看到包点 第二时间再上来 再滑包点 然后下去再打掉一个 再把B也打掉 两上两下 直接是杀了三个 今天来人一个两个 不错 阿青这一波很赚 这边队友的一个博强 博弥 只剩宠儿一个人 死打一 而且应该也是 暴露自己位置了 宠儿 打掉 5比4 上半场是AE5比4领先 我记得黑的真上半场 好像也是AE的领先 都是AE在上半场 打出自己的一个 微弱优势的情况下 下半场就是莫名其妙 可能打得比较常规了 对 黑色城这下半场 是被TGF打了个6比2 你看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而且都是担任 这个保卫者的时候 是5比4领先 领先一分 所以说可能 就是说 AE在这边 你感觉他更像是一个 防守比较坚强的队伍 对 那你看到时候 攻守交换以后 他们就担任这个潜伏者 如果说他们再去 以一个非常常规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应对对面的一个 防守战士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是 突破不了这样的重围 对 其实第一张地图 下半场就是让我们感觉 AE这里就是一个 太常规了 攻弱首强的一个队伍 对 那EU这张图 是不是还是 AE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发挥 我们还是要看 现在下半场开始 看一下AE这边的进攻 能不能像保卫一样出色 AE这边是第一线 强了98 98桥的位置是站了下来 但98里是有一名保卫者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人 AE这里还是不错 最主要它是控制的枪 对 控制的枪 没有着急扫 着急扫的话 感觉要被小智能带走 反正这里也打了一个残血 小智能打了一个残血 因为一台一滴 这种情况下就是看运气的一枪 就是看你开枪的一瞬间 他这台还是低 他要是低就玩 就打不到 对啊 这是很关键的一枪 那里还有个西西 两个局势就对决了 直接甩枪空中爆头 真的准 二星一个人 现在已经杀了两个了 思考了一下 他就在思考 我们可以从他的视野当中 可以看到他在思考 来回来摇头 到底怎么办 两个选择 回头打 还是回家打 回头打 回家打 我也很绝望 爆掉的爱了 怎么办 回来了 还有四十秒 三个人在这边 你还要拿爆 必须得杀人啊 兄弟 秒三个 那这是秒天秒地 看一下吧 看第一关能不能过 哇 看到了第一关 第一关 第一关BOSS在这里了 第一关BOSS天方 好 给BOSS一颗摆 这里在疯狂的使用技能 但是BOSS身边的小BOSS 那这样的话也是田局 田锋单局的一个四杀 帮助队伍是一模一样 真的真的一模一样 其实AE这里好像还是对B门很有想法 但是还是回去 两个人一起回来 现在 并没有留人在B门 第二时间撤回来 哇 你说不撤 你看看西西这边 疯狂穿 真的 疯狂就穿死了 真的是 你不撤真的要死 我觉得AE这里 西西还是对TGF的威胁 特别大的 看二星 二星特别喜欢戴这个骷髅面具 很多年前就是了 二星也是一名非常老的玩家和选手了 我跟二星认识的时候是 08年 08年认识的 08年真的早 真的早 那个时候就是上海一区 打那个野战认识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路 中路这边是让西西来拍点 嗨嗨第一位置 就看嗨嗨的位置 因为中路其实没有保围者 就他一个人 一个是在保围 这是一个小侧边 直接是秒掉中路 那这样的话 可以退回去重新组织一波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要打A HCN是三名保围者 来了 这恐怕是 哎 闯而走了 给他看一眼 他又回来了 但是这边要转吗 45秒要转吗 其实可以转 二星已经摸到这个点了 其实是可以转的 而且效果出奇好 这边转点是打掉了一个 包点已经有人了 哇 那这一分真的 A这里很有优势 28秒 剩下一个人 那直接是选择下包里 我 而且 转点是转出了一个 出奇意料的好啊 就各个点位都有开火 对 主要是A连拉出来 发现一个在连跳的 然后这里的话 二星又是摸到了 B包点 打掉了田锋 这就非常非常的转了 主要是二星这个点 已经确保了 他这个B区是安全的 所以没必要再进 H这个Rush了 对吧 所以刚刚这波转房 一定是二星一直在说 来B来B点 我已经摸到包点了 对 我已经把这个边吃干净了 而且他在B点 是没有见到人 没有见到动静 那可以觉得就是A点 人多 A点赌房了 这一分TGF是A大一个顶房 顶完又是撤了 这里 摸到了B包点 打掉了田锋 这就非常非常的转了 主要是二星这个点 已经确保了 他这个B区是安全的 所以没必要再进 H这个Rush了 对吧 所以刚刚这波转房 一定是二星一直在说 来B来B点 我已经摸到包点了 对 我已经把这个边吃干净了 而且他在B点 是没有见到人 没有见到动静 那可以觉得就是A点 人多 A点赌房了 这一分TGF是A大一个顶房 顶完又是撤了 这里 直接是一波刷屏 这边是打掉一个 我来看OO的位置 OO的血量 还剩下40滴血 对面还剩下两名潜伏的 但是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看下西西能们在桥上抽掉一个 对 这种时刻是西西发挥的时候 现在不确定两人的位置了 对 虽然第一时间是一顿交火 包括有补枪 没打到 差一点 那可能被发现 被发现以后 宠儿为了直接抓掉他 6比6 6比6再次战屏 又要到7比7了 到了7比7 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我比较喜欢看到球比9 打个象战什么的 对吧 然后可能这边 扳回一分 再打个TD 可以 第一时间看一下潜伏者是 说实话 我是蛮想看这两个队的TD的 因为其实打的都是比较的凶 一个是对于负面 一个是对于主导 其实他们中防帮的 也是帮主导帮的比较多 看宠儿第一时间 还是顶到了艾联的位置 第一时间潜伏者 两名潜伏者 其实并没有看到 艾联位置的保卫者 这边是 也是98顶到了最前点 那这样的话 98的人可以回了 还是说两个人一起摸 应该会露一下 看一下吧 既然两个人都来了 怎么都得看一眼 没人就摸 摸的话 阿新这个点 必杀人 真的 抱头点看一下 但是后面的 直接被OO反杀了 直接补枪补掉了 我们来看艾联 伯爷 伯爷的位置 早早应该在等 早早又拉出来一个双杀 只剩西西 只剩西西 没办法 刚刚那个点就是说 早早一直在等时间 对吧 因为宠王你不给他卖我的 对吧 你一开枪 我把他拉出来 果然有收获 两个人都有收获 这边五项的潜伏者 全部是在看艾联 这边的话也是在结束以后 AE选择叫了暂停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再去被对面是领先 真的不好打 再不叫暂停 真的很有可能要2比0被带走 虽然说让我们看到 黑的神仙 包括一遇的上半场 他们的发挥都是非常的不错 看一下 还有商人 包子最好的一个消息了 对于AE来说 但四个人还是比较难打 这个残局真的非常难 但是他现在不杀一个人 根本就是不敢下包 杀一个就必须得下包了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 你四个人一起抱团过来 你就没办法打了 而且你狙一枪嘛 对 而且你看这里 点位站的就非常安全的点 就是我让你下包 你必须下 哎呀 这里是刚好一个神仙 天方看中路露出来了 刚刚TGF这个仗位思路很明显 就是你下包嘛 你下完包我打回房 看一下三个人集结 现在这一枪是这样子的 一定要先去掉一个 然后有可能切手枪 或者再抽一个 然后切手枪打最后一个 这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法 看到了包点确定位置 一个 再顺一个 哇 宠儿是不给机会 7比6 TGF的一个领先 这个时候AE是选择交了一个暂停 我们看一下这个暂停以后 AE会选择怎样的一个 潜伏子的战术 因为其实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了 潜伏子现在目前来说 他们的战术并不是非常的多变吧 就可能就我们个人而言 我觉得是太常规了 就前期就是一个卡点 对吧 中国机要不就抢一下A抢一下B 直接打了 我觉得第一时间就可以多抢A点 A点你就把把过来抢 扔两个A对吧 或者一个A一个闪光弹 把正门封上烟 正门一摆 直接抢到五箱去 你这样的话会给对面小道有压力 最起码要在A点给对面一些压力 因为现在TGF在A点的话 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 基本上都是把把都是站在A点 要么顶前 要么都是在近点防守 要么A点有人 要么小道近点有人 所以你A点一定要去 针对一下TGF 你不能让TGF当保卫 在A点这么舒服 对吧 你自己在上半场当保卫的时候 也是在A点把把顶出来 你这种打法 你把A点顶出来之后 你就很好的去判断 别人打的地方进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应该你中路一个架枪吧 我直接去抢A区 你A区肯定是要抢 你哪怕抢完之后留一个人 然后你再回来亲B点都好 对 你不要让整个A区是放空的 让保卫者来顶到千点来打你 你如果保卫者顶到千点打的话 你来回怎么去转点 我留一个人在A区 对吧 我全部放到B区 或者我全放中路跟B区 你打一了 哪怕中路我再回A区都来得及 对吧 你肯定要把这个点位站下来的 你如果不站下来 我这个点位是一个名点 我确定A区是空的 对吧 你直接打B 你就是中防B区 这很不好打现在 对 而且A区之前也是抢过98 但是抢了98之后 他们很犹豫 想打又不敢打 就最后没办法了才打 然后就被刷 就是他们去越打越有点迷茫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好 就是在A点 你想办法做点文章 你不能让TGF这个保卫者 把自己的A包点区域 防守区域扩大到了你家门口来 这个就没法玩了 而且就现在其实我跟人家状态的时候 都是非常不错 就两边状态都还好 对吧 现在打的就是一个战术 那每个人你们看到 不管是AE这边 你说二星啊 西西啊 博尔 每个人都有发挥 反过来TGF这边也有发挥 对 我真的看了黑色跟异域这两场 我感觉AE这个潜伏打的 真的是有点怂 这一分很高 你看你刚说完 真的是改变自己战术 你不能去前期再去卡点了 我前期就要抢点 刚才抢了一下BE 有收获 有收获 你看A大也是去抢了 风花烟 对吧 这门分割间直接抢了A连 你这样的话 你把A连一战 对吧 BE刚刚又是一个意外收获 就把填锋给收了 那这一分对你们来说就很好打了 你看如果说你打H H只有一个人 就冲了一个 两个B顶出来了 如果说你打再慢一点 就要被B发现了 不能再犹豫 犹豫对面就要回防过来了 这个时间点打还是比较不错 因为A连只有宠儿一个人 就看到宠儿 宠儿是选择往后拖 不死 不死 等回防了 不死 打红防 宠儿这个处理也 还转了 而且打了一个大残在旁边 宠儿这个处理真的非常好 就是我只有一个人 你这里打A连一点的话 我不想跟你强换人 我直接边打边往后跑 等队友一起来打回防 这里直接带着队友一起来 吃白了 但是潜伏怎么又上来补枪 这个 这个绝对是没有处理到位 这个AE 你本身是吧 我们先聊一下 本身你前期是一个领先 你把B给占领下来了 对吧 你A连也占领下来了 回来我们五个人去打这个B区 五个人打B区以后 正常来说 是一个五打四的局面 对吧 然后你去先吊一个 我们认了 被宠儿抓掉 我们认了 对吧 那你就四打四的一个回防 你把整个二层让给别人了 真的整个二层让给别人了 没有人去镇守二层的话 那全部都通 如果说对面有三个人 三一 全部被二楼挣下来 没办法去进行回防了呀 就是说其实A 刚才前期还是很好的 就是 你看这边又前期的一个优势 哎 哎 不过这边还好吧 打到宠儿一个侧身 宠儿其实 刚刚那一分在A点处理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我们去学习 就当你一个人防守A的时候 你觉得 你一觉得这个 肯定是守不下来了 你不如是边打边往后退 等在队友 然后再一起打一波回防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除非你人决定你 打底一换一 然后甚至能再换两 两到三个人 你就去拼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跟宠儿一样 对吧 保住自己这个人头 然后再等队友一起打拨回防 而且你确定 后路是不能来人的 这一定非常重要 对 队友可以很安心地来到后路 打得非常快 A这边打得非常的快 暂停了回来之后 A这边明显地加快了自己进空速度 我觉得这个调整还是很不错的 非君妈比暂停之前 那种死气沉沉的进攻要好很多 对 好歹我打得快了 而且我能杀人 对 能拿分 现在就是各拿一分嘛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还是一个 这边是 A连位置是一名保卫者 然后A包点是一个 这现在又开始陷入了这个迷茫阶段 有点犹豫 还要来今年了 来了 被打了一个侧身 那这样的话必须直接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要等下队友了 这里是被宠娃传杀掉一个 早早 早早和宠娃的这个配合 二打四 两个人二刷五 这个回防 不是你 哎呀 这个真的是 哎 残局真的出现了很多 很大很大的问题 现在几局了 几局人多打人少 刚才是五打三了吧 对 还是五打四 刚刚是五打四 对啊 你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每个人的卡点出现错误了 对吧 你包点 没人去帮他架这个包点位置 然后 然后这一把的话是 二为五 对 二为五啊 宠娃和早早 早早三杀 宠娃双杀 二为五 这两分丢的真的 如果正常来说的话 这两分不应该丢 这不应该丢的 直接是领先了 对 而且是自己是一个 反超 这样的话 瞬间的一个刷屏 变成一个四打三 可能我觉得 A这边戏有点急眼了 实在不行了 因为真的是 心态真的很 这两分太容乱自己的心态了 对 你人多打 要连续两局 小气轮打掉天锋 还不错 三打二 没没人过来 宠娃又是打掉小气轮 二打二 宠娃的血量不多 被破裂向AC 二星怼掉了O 只剩闯娃一个人 这里是直接传掉二星 而且是锁定了伯爷的位置 但是自己血量不多 就看伯爷能不能扛住压力 就像这一发 哇 还好 差一点 八比九扛住了压力 伯爷的残局 就是帮助A挽回一个赛点 如果说那一分 宠娃多一点血 真的就把伯爷蹭死了 对 又来了又来了 直接打吗 这里 哦 胆子很大呀 直接在关键局 一个人来A连架局 但是被打掉 看一下 天王也是在A区架好了局 被打掉 那这样的话要打平 哎 这要打到 打成九比九 二打四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宝威没有机会 真的要打平局了 打掉只剩下一个 瞬间刷掉 打成了九比九加十 对 虽然说暂停回来之后 A丢了两个不该丢的残局 但是最后的比分 还是不错的 追成了九比九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A阶队对我来说 你去应对TTF的时候 你去打慢打 不成功 对吧 我们就去给你打快打 你看连续 真的连续局 除了那两局不该丢以外 你都是取得胜利的 对 都是快打吗 还是快打 确实TTF的 现在也找到了TTF的一个漏洞 对TTF不太适应对面的一个 快速的弱 快速的强 突然提速 因为打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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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又是穿杀 呃 自己又是杀了两个人 那一分是赢得了胜利 还有一分就是 宠儿和早道的阿维伍 那个回房 那个回房是非常的漂亮的 这两分我觉得都可以做个战畜 比方 具体是哪一个 我们到时候再看对吧 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然后现在的比分是来到了9比9 9比9的话现在就要打一个相战 打相战的话 呃 你觉得哪一方 呃 我觉得 我知道你想让我去感觉哪一方现在状态比较不错 有可能拿到胜利吗 对 我就现在而且我真的还是觉得5-5开 真的 你 我刚才有之前有提到 我说可能前面的第一张地图 对了整整 我觉得TDF的战状面是战优势的 对吧 两边状态也说差不多 然后你现在这盘一样我一样是这样的觉得 你看那两边状态都很不错 对吧 嗯 好我们先看第一分啊 呃 担任潜伏的是 TGF 在编 选边来说的话 TGF这里选边是比较有运势的啊 直接被罗浩AK秒了双杀 第三个有三杀 直接瞬间的一个刷屏 完美了 直接瞬间的一个刷屏perfect 完美的第一分看来这个呃 下半场 三庭转完之后 A1这里起势起得比较快 第一分也是拿下 气势汹涌 对 二星的一个双杀 非常漂亮 三个人都全是暴投 前两分 A1这个保卫者 打得特别有气势 特别有压迫力 给 保卫者更是于 就稍微猥琐一点 对吧 因为这张图 大家都知道潜伏者有优势 为什么有优势 因为在木门这条线 在一道这里 有一个房子可以家居 这是唯一的优势 而且在高地台的话 潜伏者还是占优势 但没想到 保卫者打得这么凶 对 保卫者打得这么主动 侵略性非常的高 现在也是一个2比0 2比0的一个领先了 而且秀目前的人数上面的一个状态说 还是保持一个优势 如果 上战 A1 就是以这种气势 结束了上战 我相信TD当中 他们打得会 更加的奔放 就你觉得直接是2比0带走了 很有可能R比1 直接是R比1 对 很有可能R比1直接带走 现在TGF是把节奏降了下来 因为AE这里真的是顶到了 一道顶到了你家门口来 TGF现在是要主动把这个节奏降下来 我不想给你打得这么快 哇 应该是 真的是路过 早刀是一个三五连发 还是非常准 慢慢的TGF是把这个节奏降上来之后 TGF开始杀人了 中路突过来 中路突过来了 直接被秒掉 也发现了罗号的最后的位置 确定罗号的位置了 对 发现这边AE把节奏降 提起来之后 TGF我说我不想跟你打这个快节奏 我把这个节奏降下来 哪个点都不露 然后把你把你这个节奏降下来之后 我才来打你 追回一分 真的是哪个点都不露 刚才4打4的时候 二星秒掉嗨嗨 直接跳 又是被打了半血 毕竟前进是站到了这样的一个优势 但是其实刚才就是这样的一个优势 被宠儿先拿掉一个 被宠儿拿局先打掉一个 变成4打4了 哇 直接是 胆子真的非常大 哇 正好这个过点 这里三道直接打到了潜伏者家里 这一分只剩枣枣残血 那真没办法了 还剩下4个人 感觉AE的上战好强 3比1 3比1 哇 真的像我预测那样吗 这第二张图虽然说是TTF取得胜利 第二张图打成一个9比9 让家世相战 相战的话 还要看 看发挥 现在 隐隐的让我觉得 这场的AE和上场打汉弓 差不多呢 嗨嗨的 你看他说什么 慢慢慢慢 有点像那个打汉弓的节奏 就第一张图输了 第二张图上半场 也不是很好 下半场 发挥了 下半场是发挥 打到加10 然后相战赢了 然后TTF赢俩人 我知道 会不会又是这个节奏 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一分 对吧 到底是他拿到A 4比2还是3比3 对安逸拿到这样的一个局点呢 还是说 你这边扳平 如果说扳平的话 说不准了 但如果你打到4比2 让AE先拿到赛点 现在这个气势 真的 稳了 要这个 局点了 我是罗浩的率先的双杀 三杀 三局三杀罗浩 很紧张 剩宠儿一个人 对 我发现宠儿基本上 不会站着不动 我让我蹲战 蹲战一下 走走就蹲两下 走走蹲两下 哇 这边真的紧张啊 就学生的话还是可以 还是不错的 对 时间也够 时间也够 这边会吓到人吗 看一下博弈的位置 敢不敢漏现在 关键西西这里也是把局扔掉了 四打一了嘛 你就没必要使用局 万一地下没补到 不是很尴尬 三人抱团 三人抱团可以从三道一直轻 对 就从三道一直轻过来 我就不信你宠啊 对吧 可以瞬间瞄我们三个 这下被蹭残血了 那就基本上击击了 不露点了呀 虽然你看到了 但是不露点了 很稳啊 AE这里 20秒 我不露了呀 现在 你必须现在过来抓我了 你从而不打局吗 我不露啊 就三个人抱团 这三个你必须要杀掉 因为你血量都没他们多 是的 你必须要三个都杀掉 再给16秒钟 4比2 4比2 AE的一个领先 已经拿到了局点 这一分只要他们再拿到 就可以当比赛 投入到第三张地图 这一分 哇 TGF是主动的第二时间拉三道 但是被吸气拘了一个 还要露吗 又被二星打掉 消息又是打掉一个 走远了走远了 走远了 哇 这么一看终于是要来到第三张 我们的沙漠TD了 其实 这一张地图 相信大家也是期待了很久 更重心于哪一边 这到底是主动 还是说更重心于中庭